说锣鼓书是上海最古老的民间区域之一 有1800多年历史了 画面上这位大爷叫谭靖德 他从19岁起便痴迷于此 是锣鼓书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最近谭大爷用锣鼓书做了女飞行员闯关的故事 展演广受关注 他说他要用家乡的人家乡的事 1800岁飞遗传得更远 说在西安有名十岁小男孩叫李辉象喜欢读书 酷爱天文和化学 他创作了一本名为夜之光的天文科普书 目前已经写了两万多字了 李辉象说希望这本书能够用有趣的方式 给小朋友科普天文知识 他还希望自己长大之后 可以成为一位知识渊博的人 能为祖国的科技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人小志气大棒棒的 说最近在山东寿光 一位有心的爸爸刘先生 用一种特别的方式为女儿庆祝十岁生日 生日当天他穿上了变形金刚里大黄蜂的装备 高达两米八 这个大块头手捧蛋糕出现在女儿面前 刘先生说 当他摘掉大黄蜂头盔的时候 女儿很震惊 还关心他累不累 小苗贴心啊 老爸也走心 说画面上这桌满汉全席 一共有108道菜 食材来自新疆的戈壁摊 包括戈壁石 马脑 泥石等80多种 耗费9年多的时间烹饪而成 来自四川的一位其实爱好者 刘晓东之手 不经人工打磨 坚持原生态创作 展示其实的天然美 点赞 说最近漫画版人与动物的漫画走红网络 漫画当中 女孩蹲下 心服小猫 还未工人俯身摸着小狗的脸 这些瞬间都是现实的画面 但用漫画版表达出来 更加温馨治愈 创作这些漫画的团队说 他们想用这些画面 把人与动物之间的美好 传递给更多人 真的被暖到了 小猫 老板 老板 买